我記得有一次我那種坐飛機 不知道去哪裡 我就趴在鼓手上休息 我眼淚就這樣掉下來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到處飛 要唱桑林什麼的 我醒來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裡 SHE忙到落淚迷失自我 Ella為而養生讓她放手去飛 我作為記者 我多麼希望 還有機會 為他們做些什麼 Ella在電影野下天中 飾演內心糾結的記者 他坦言拍攝過程難以跳脫角色 情緒難轉換而陷入憂鬱 什麼樣子的決定讓你後悔 或者是說你不經意的傷害到別人之後 你過來才發現 我記得有一次我主持一個節目 是鄉親節 哈琳哥那一個 然後呢有個女生就說 我希望我對象是像黃曉明那樣子 我知道我嘴巴超壞的 我就回去她說 那也要你是Angela Baby啊 然後我就覺得我怎麼會這樣講話 你知道嗎 成條話 那時候我真的就覺得我講完的時候我就後悔了 然後我一整個節目我就開始怪你怪氣 我想說你怎麼會這樣講話啊 傢伙啊 湯啊 年輕時期就跟著團體出道 Ella也談言曾經迷失過 工作繁忙到我 常常會有各式各樣的問號 我到底會寫得很棒 我為什麼會過上這樣的日子 我記得有一次我那時候坐飛機 不知道去哪裡 我就趴在一個直手上休息 我眼淚就要飄下來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到處飛 要唱桑影之類的 我醒來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裡 其實我也非常感謝 我所經歷的事情 我甚至感謝我有迷失過 你知道嗎 然後我覺得人總是要走錯一次 所以現在還有要完成的願望這樣 其實沒有欸 我沒有什麼心願 我只希望我能夠健康的就好 我希望我好死 哈哈 怎麼突然講到這個 如果我老了 然後身體不好 然後拖著一個病痛的身軀 然後讓身邊的人擔心我 我想到這我就覺得難過 所以我現在我真的蠻健康 蠻養生肥的 我有多愛我的小孩 就要多愛我自己的身體 我不想成為他人生的負擔 我希望他可以 沒有後哭之憂的放手去飛 去做他想做的事 這個是我送給他最大的祝福 我不要去限制我要贏什麼東西 反而是如果今天這個角色 能夠有很好的發揮 我就會真的很想要好好的去玩一下 媽媽桑那樣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我想演 是鏡髮的媽媽 那床戲可以嗎 床戲也沒有不行啊 看著我怕你 但不要露點好了 不是因為畢竟我有小孩 我怕看到 或是未來長大什麼的 其實我在家裡一天到晚露點 好囉 好像 好像他也看習慣了齁 有理想的對象嗎 你說演床戲嗎 多華科嗎 如果真的可以有 有得選 我要選圓兵 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些 男神們啊 或者是索爾啊 或者是隊長 我隊長還可以 劇劇業可以嗎 嗯 劇劇業是S大意思 對啊 我怎麼可能 我對他有孝書 我是變態啊 你知道嗎 欸可是其實 袁兵跟 索爾一直沒人 對啊 我一樣對人家有孝書啊